我講這個是我出生的名字 就是從小到大的名字 那我拍第一部戲的時候 也就是用這個名字 然後後來因為我們拍那個 就是要組一個偶像 跟雨薇我們組一個五虎醬 反正就是有一天起來 就是那個經紀人就跟我們說 你們的名字就是 老闆幫你們改成這個 你們之後接下來在戲裡面 出來的名字就是這個名字 然後就用這個名字就是做團體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你都沒有反抗 我無法反抗啊 我看什麼說 驚人啊 沒有啊 陸家驚就會反抗啊 他的字沒有驚啊 他驚啊 因為我的 他其實也叫博焱 他說你的音沒有變 可是所有人看到的是 就是少吃一點鹽的那種 就是博焱 我就覺得一直念錯 而且因為我覺得很麻煩 就是我要一直糾正別人說 我是驚 那有時候你很累工作完 然後都說 博焱 博焱 你就不想糾正了 你就這樣子吧 就會讓大家覺得 我就是習慣這個念錯的樣子 然後後來一直到拍了 就是女兵之後 然後就遇到一個朋友 他也改名字 然後他就把他的老師介紹給我 這樣子 然後那個老師也說 他說 有算過什麼 跟我見面是有緣分 然後我就因為我超不迷信 我超鐵齒的 那種光天花日之下在喝咖啡 我就說真的喔 那不然你現在 我看後面有沒有跟什麼幾個人這樣子 我就這樣問啊 你好像喔 他就說有啊 然後因為我知道 我那個時候家裡面 就是我媽媽有拿掉一個龍鳳胎 有弟弟妹妹 別的老師有說過 弟弟妹妹跟在我旁邊 我說沒差自己家人 他說不只喔 還有別人嗎 我說真的喔 那是什麼人 他說是就是 三個九家女什麼 就是這種故事 然後我就請那個老師在家裡面 幫我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他就說 我後來真的就驚覺到說 好像應該要 因為我那個時候也準備想要 換地方住了這樣子 然後就請那個老師來幫我看一下 都處理好了 然後他就突然跟我講說 那你有沒有想要換名字 我說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跟你提說 我想要換名字這件事情 對 但他就突然就跟我講了 我說喔有 是有想過 但是我花了很久的時間 才讓人家記住博焱這兩個字 對 好不容易他現在都念對了 我現在要改一個名字 是不是很麻煩 嗯 然後可是我也沒有很喜歡這個名字 是因為我剛用這個名字的時候 身體很不好 嗯 因為都是火 那我不知道跟原本的本名 有沒有差別 是他這個火就是讓我的什麼 我那時候去看營養師 他說我內分泌失調 什麼肝火 胃火 聖火 同時都在身體裡面燒 那個時候超離譜的 我拍照啊 我自己在家裡面 我那個照片應該還在 我從這個地方 你看得到的額頭 然後這個臉頰這裡 到長鬍子下面這邊 全部都是痘痘 嗯 就是遮遮 要遮超多粉的那種工作 要遮超多 然後我超級沒有自信 然後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後來那個老師就是 他問我改名字 我說喔好啊 那不然你幫我算看看好了 因為我給他我的那個八字 出生年月 出生年月日八字什麼的 然後他也算了筆劃啊幹嘛 他就給了我這個名字 然後但我用 因為我很鐵齒嘛 所以我就說那我要開條件 不然我不要改這名字 我就說我的工作收入要怎麼樣 然後我的家人關係要改變 比如說我跟我媽媽可能處不來 會常吵架 然後比如說我的事業跟什麼桃花運啊 人際關係 因為常常在工作上會心口直快 講話會很容易得罪別人 自己不知道 就是以前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有跌倒過 然後也就是也跟人家道歉啊幹嘛的 我就覺得 一直有這種事情層出不窮 我就想說那這件事情 我都我講出來的 你都要眼見為憑 你都要讓我知道以及感受到 我才要改這名字 不然我不做這件事情 後來大概他就說好吧 而且那個時候我的之前的經紀人 跟我有一些就是金錢的上著糾紛這樣子 然後我也希望把這個解決 大概過了半年吧 就事情全部都乾乾淨淨都解決完了 然後我想要發生的事情也都發生了 而且我講說跟家人這件事情 最奇妙是我在改完名字 他給我名字的隔兩個禮拜我搬家 然後我搬到新家 東西都在整理 然後我媽我來台北大概15年 我媽從來不會打電話關心我說 就是 酒家裡的事 那已經處理完了 就是說工作啊怎麼樣 對他也是他不太會問 他突然打電話說 你搬家了對不對 我說對 那我早天上去煮飯給你吃 我電話拿起來說 那是我媽 你是我媽媽 你怎麼會去問我這個問題 但我就覺得很奇妙 然後改了名字以後 因為用了半年 我才去換身分證的名字嘛 我就不用這個名字 也不用這個名字 我完全沒有經過爸媽的同意 我就說我要改就改 這是我自己的人生 然後我改完以後 我發現我整個人的狀態不一樣 就是譬如說我以前會很多事情 就看不慣家人 就是媽媽是做什麼事情 就是讓我不舒服一直念我 我現在都可以接受 然後用另外一種狀態去跟他講話 然後甚至我在待人處事 人際關係 我以前講話就是 我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我想叮你我就講 但我現在都會先思考過 我要不要講這句話我再說 我覺得整個人狀態都變得不一樣 所以我自己是滿喜歡這個名字的 對啊 是 好 其實可以看 博焱這個本名 以前的名字的話 對 他人格帶土 但是改了之後也帶土 那15話的土跟16話的土有什麼不同 26 26話的土有什麼不同呢 好 其實土代表什麼 不善溝通 像奇聞嘛 你也是帶土 所以我剛剛講太硬了 你不太有溝通的 對 但是這一個改成這一個的話 差別是這個是大土 這個是小土 所以你開始變得一點柔軟了 好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土跟土來講的話 其實我認為 你還是呢 在個性上 你還是比較 屬於一個比較悶騷的人 確實 你很悶騷 為什麼很悶 你悶騷的話 是因為你的外格 外格他悶騷 你的外格都剛好三角形的 對 那你的三角形的外格 他有交友功 所以呢 你的人呢 真心對一個人好 你真的會對他很好 非常好 但是真心幻覺情 我要先講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外格交友功 都還是帶胸素 好 那其實呢 藥塵這個名字呢 其實還不錯 可是有個問題 就是要注意爛桃花 哇 他最想要就是這個 他就是想事成 對 沒有 因為我這個名字 還有一個原因 是那個老師有說 他說我30 我年輕 因為我們是運動員出生 所以忍耐力很強 然後對於什麼酸痛啊 或忍耐都很 他說我累積太多病痛 他說我如果用原本的名字的話 他說我到年紀老的時候 身體會很多有的沒的病痛 他說這個某一部分是 也是幫我的健康 就是在未來做打算這樣 那這個名字呢 是有什麼話呢 都是放心裡的 因為都土土土比較多嘛 對 那這個的話呢 是有什麼話 現在會開始會講出來 因為有水了 對 比較柔軟 對 會比較柔軟一點了 但是呢 因為它屬兔 然後呢 這一個要這個字呢 一好一壞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雞嘛 對 就剛剛愛癢那個癢 這是屬雞的意思 那這個屬雞呢 雞跟兔是香蟲的 香蟲 我媽也是屬雞 對 是香蟲 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說呢 感情桃花會變得很熱鬧 但是要很注意什麼 要注意就是說 萬一不要讓兩方知道這樣 對 不是啊 要慎選 要慎選 那這樣會不會有雙息命啊 一些這個 就例如說不要什麼 網路的交友要小心啊 之類的畫面新聞啊 這一種的話都是要比較注意 小心仙人跳 對 諸如此類 不會啦 對 因為這種就是 桃花待望的時候 它相衝的情況下 確實對你 可能個性來講 是猜疑蠻大的 可是呢 人生就是這樣 有一好就一壞 那看你怎麼去承接這個 但演藝圈有點桃花 我覺得也不會是不好啦 當然 沒有錯 可是它的桃花要比較小心啊 老師有說啊 對 所以要慎選 對 拜託別人多羨慕你啊 你就往好處想吧 應該是說以前會很緊啊 對 然後你就會理智就告訴你 這個不行這個不行 但是呢 現在沒有什麼都行 什麼都行 就會覺得說人生應該要好好的 試試看 哇塞 他說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 所以他去改名 他就自己去改名 也不用問媽媽 這個確實會比較多的嘗試 而且也會比較 像冒險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反正就穩穩的宅男啊 宅男的命 這是宅男的格局 這個是屬於一個比較 花心大蘿蔔 也不能這樣講 就是他比較活躍一點 所以確實在那個 情緒上啊 個性上會有很大的轉變 他現在看起來比較穩重嘛 對 真的 真的 那老師怎麼冷笑 對啊 你們還不知道咧 他待會兒就要被先人跳了啦 你們還看他到底會有多少個女朋友 老師你這個冷笑的意思是 對啊 有點發毛毛毛的耶 好好幫我解釋一下 真的真的 你現在待在家裡 是因為家裡有三個女朋友在等你 對不對 沒有 他那已經處理掉了啦 而且那個也不是真的在什麼 他是說我是晚上 譬如說有去那種爬山啊 或什麼 他說你去太硬 你晚上去爬山就好可憐啊 為什麼晚上爬山 晚上去向山 晚上就要去夜店 蹦蹦蹦蹦蹦 你去爬山幹嘛耶 晚上要去向山 晚上向山很漂亮 而且坐在那個六聚石上喝酒 好舒服喔 好舒服喔 來 復古老師有沒有叮嚀我們的 好 基本上我覺得呢 名字呢 就代表一個人的符號啦 但是也不要因為覺得 你不順就怪名字 對 也就不要怪東怪西的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是順著你的本性去走 人本來就是有正反兩面嘛 比如說其實當你知道你的負面 在哪邊的時候 那你就是把它改正過來 好的 就順勢而為 所以我覺得名字改一改去呢 我不建議 因為會影響你的磁場